陆续都在收快递呢吧 我看有人家里那快递盒子都堆着 都放不下了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呢 伙伴们都买啥了 常规的就不用回答了 我就是想问问啊 有人买福袋没 你看有人脑子马上抬起来了 福袋 干啥的 双十一降价了 那我得囤点啊 你拉倒吧 干啥的你都不知道 还要囤点 这是做病了 我说的福袋就是一种神秘的快递 叫无人认领的快递 这两天 有人在几个二手网站上发现了这玩意儿呢 卖家说了 快来看快来瞧 没人要的快递大塑小 内容我们都不知道 充满神秘的味道 卖的人说了 快递公司的这个仓库啊 要进行清理了 这些个都是无人认领的快递 送还送不出去 直接扔了吧 还怪可惜的 干脆 拿来卖了吧 而且呢 东西基本上 呃 不收钱 或者是象征性的收一毛钱 你只需要交十块钱的快递费就行了 当然了 因为这些个包裹都没拆开过 谁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啥 啊 你能买到啥玩意儿 这玩意儿全都听天由命 所以呢 还给这个东西起了个挺好听的名叫福袋 啊 买的是福系 看福系大小 你看看里边东西是啥 反正也不贵 十块钱 就到买个惊喜了呗 有可能盒里装的是个手机 也有可能是个纸片 这玩意儿全凭点子 就跟他抠奖似的 北京的陈伙伴就看到这个了 哎呦 这玩意儿新鲜黑 买给我瞧瞧 万一我这点子挣呢 你看 人就这样 老觉得这种万一能摊到自己头上 因为人家说了 以前有人收到过电子产品 或者是生活用品 反正是啥都有 一合计 别人都减着便宜了 那我咋就不能合适一把呀 对不对 于是交了十块钱 等货到了一看呢 是一盒哪层贴哪的高药 一想到这玩意儿是没人认领的快递 这当初也不知道是谁买的 用来干啥的 这玩意儿高药 这玩意儿不敢随便自己下照亮啊 拉倒吧 跟他放着吧 这十块钱算白搭了 山东的刘伙伴也凑过这个热闹 花十块钱等惊喜呢 结果他收到的是一个毛绒玩具 也就是把半个巴掌那么大吧 那得多大点 就这么大点小玩意儿 反正呢 你要看这东西 他指定不值十块钱 但是这玩意儿一想 你也怪不了谁呀 自己就这点子呗 也就拉倒了 我的各位伙伴们 就这种所谓的无人认领快递 你相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 哪那么些个没人认领的东西呀 那没事悠着玩呢 就山东那个刘伙伴啊 他收到东西之后 又跟这个卖家聊过 对方也承认了 无主快递 这就是个噱头 其实卖的就是一些个一两块钱的小东西 卖家会根据买家的注册信息给你发货 哪里